-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崔氏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們關注的主要內容有 習近平深圳講話頻頻吸收 健康狀況引發關注 被隔離 林鄭和習近平同坐主席台位置 偷原機 美國禁香港訪政府網站 撤斷氧氣行動 中澳矛盾嚴重升級 全中國停止進口澳洲煤炭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信息 中共官方今天上午 在廣東省深圳市舉行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現場發表將近一小時的致辭演講 在致辭結束前的7分多中 習近平在台上頻頻咳嗽 停頓飲水 引發驚異 而中共央視現場直播時 亦急忙撤斷畫面 習近平訪潮州、山頭 並在街頭和民眾互動 傳言不戴口罩 據綜合媒體報導 習近平今天出席大會 支持傳聞約6,300字 市場約52分鐘 視頻顯示 習近平講話語速 較平時緩慢 在致辭進行到44分鐘時 又突然傳出一陣咳嗽 引起台下來賓的注目 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分鐘內 習近平仍然不斷咳嗽 並頻頻停頓飲水 我們來看看這段視頻 辦事情 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 發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 既然習近平在致辭時頻頻咳嗽 飲水 不過央視在進行活動直播時 只要習近平出現咳嗽 拿水杯的畫面 就會馬上切斷畫面 拍攝台下來賓 直到支持快結束時 才回到習近平的畫面 然而儘管央視急切畫面 收睇直播的觀眾 仍可清晰地聽到習近平咳嗽 和拿水杯的聲音 習近平有一次咳嗽的畫面 也露出來了 此外 大會原定在上午10點開始 卻不知為何 然後到10點半才舉行 習近平正在11點02分時開始支持 台下與會來賓都戴上口罩 看到習近平咳嗽 都紛紛注視著台上情況 習近平12日展開南巡行程 連日走訪潮州、山頭 還視察海軍陸戰隊 其中 傳出的視頻顯示 習近平在潮州和山頭街頭 向民眾講話 所有人都沒有大口罩 中共CCTV中央電視台 曾在YouTube上發布這次會議直播 隨後該直播視頻被刪除 習近平這次在講話中的異常狀態 引起網民猜測 有網友說 估計是散頭群眾演員的核酸檢測出了問題 另外 習近平是不會打中國疫苗的 他們這些中共高官 只會等英美疫苗 小白鼠只會被老百姓去當 他們要萬無一失 14日 林鄭月娥出席了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會 在中共央視的畫面中 林鄭月娥的座位安排和其他人對比顯得非常奇怪 看起來就好像被隔離了一樣 我們來具體了解一下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和澳門特首何一成 都出席了14日慶祝大會 透過直播畫面可以提出 坐在主席台第二排最右邊的林鄭月娥 和旁邊的中共法改委主任何立峰距離明顯變寬 目測和其他台上官員之間的距離 至少寬出了一個位置 就好像將她和其他官員隔離開 該現象很快引發關注 而外界自然與林鄭最近的健康狀況聯繫在起 林鄭月娥10月9日出席一場香港管賢樂團的表演 但樂團的其中一名表演者隨後確診染疫 近百名樂團成員被視為密切接觸者 正安排接受檢疫 需要隔離 特首辦公室13日回應傳媒時表示 當時林鄭月娥全程佩戴口罩 沒有接觸到樂團成員 座位與樂團成員有相當距離 並在扁遠中場休息時離開 並指根據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的意見 她並非緊密接觸者 建議她做病毒測試 在公眾地方要佩戴口罩 然而林鄭在當日大會 和習近平等人一同坐在台上時 她沒有案件建議佩戴口罩 其座位安排或許和防疫有關 林鄭月娥原定14日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 據香港《基本法》規定 香港特首每年定期向立法會做施政報告 香港主權移交給北京後 施政報告 依巡舊例 在每年10月立法會復會時發布 香港特首會在施政報告發布前一週至10日 送北京徵求意見 但林鄭卻在12日突然宣布然後宣讀施政報告 有香港政界人士認為 一是就是施政報告有問題要改寫 一是就是中共涉港有重要政策需要加入報告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對美國之音表示 過往港府在籌備施政報告時 會有醞釀和資訊環節 但今年卻未有聽聞 而即使是走過場 都會約見學界 商界和專業界別會面討論 而且不會說停就停 鍾建華還表示 在施政報告公佈日前兩天才宣布押後 實在罕見 而特首明言希望在施政報告中 包含中央支持香港政策 以往也是甚少出現 讓感覺施政報告越來越遺棄 特首職能被架空 美國已阻止香港居民訪問至少兩個提供經濟數據的聯邦政府網站 這個滑許加劇美中之間在香港的緊張局勢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數月以來 香港網際網絡用戶都無法訪問 美國勞動統計局和人口普查局網站 前者發布每月工作和失業數字等經濟信息 後者發布零售、新住宅建設和國際貿易等數據 美國勞工部發言人表示 美國各機構在2018年1月開始 對香港在內的區域實施封鎖 美國人口普查局也表示將繼續審查網絡威脅報告 並視情況做出相應調整 美國網絡司令部表示 2017年開始 它開始在某些地區實施地理封鎖 以保護數十個政府軍事網站 並確保全球網絡可用性 這個意味著這些措施已經實行了兩年多 之後美國回應《香港國安法》 撤回了香港的特殊待遇 有美國官員透露 由於華盛頓認為香港已不再擁有自治權 更多的美國政府網站 可能很快就會對香港實行封鎖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經濟體 有關它的信息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企業 都是自關重要的 香港分析師 日本三菱銀行 前東亞全球市場研究主管 Claftain表示 非農就業數據可以說 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統計數據 但是近幾個月 都無法通過訪問美國政府網站得到數據 這些變化引發民眾 質疑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 如果金融中心的信息收到干擾 那就好像撤斷了那裡的氧氣 據中國大陸媒體和路透社報導 來自業界的消息說 中國有些港口已經接到指示 不要接受澳大利亞的動力煤和野金煤的進口 而且在裝設前的最後一分鐘 被轉賣到其他市場 中國已經停止進口澳大利亞的煤炭 對此 澳洲政府表示 正在對相關報導進行調查 此前澳洲政府表態 禁止華為同要求調查 武漢肺炎病毒來源 而這次事件意味著 雙方政治矛盾嚴重升級 我們來具體了解一下 全球信息服務公司 愛信華賣10月8日報導說 中國北方的撥魚圈港和京塘港 以及南方的防城港 上月通知買家說 12日起將拒絕澳大利亞進口的動力煤和野金煤的社貨同報關 據中國大陸門戶網站新浪10月12日報導說 幾位知情人士在10月9日對標普全球普世能源資訊表示 中國的國有工業事業和鋼廠已收到中國海關的口頭通知 立即停止進口澳大利亞動力煤 據美國之音10月14日報導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表示 政府正在對相關的報導進行調查 他並表示 中國經常對進口配額進行調整 來保護本國市場 但莫里森同時亦表示 澳大利亞政府貿易部正在對此進行調查 路透社專欄作家克萊德羅素贊文說 如果中國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煤炭的消息屬實 這將立即封閉兩國的一個重要貿易渠道 並使雙方政治矛盾嚴重升級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國暫停澳大利亞煤炭進口的決定 顯示中國對澳大利亞政治立場的不滿 這是北京對澳大利亞的懲罰 中國今年5月對澳大利亞的大物進口徵收了巨幅關稅 又在8月份表示 將對澳大利亞的葡萄酒進口展開反傾銷調查 北京當局還不鼓勵學生和遊客前往澳大利亞 有相關調查指出 由於中共病毒帶來的衝擊 澳大利亞已經漸漸向部分經濟脫鈎埋進 今日的新聞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這樣當日的節目發佈時 你會在第一時間裡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